接下来我继续派出下一位选手 我请这个选手的理由很简单 年纪很轻 才25岁 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 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简历 25岁的他曾经在鞋厂 眼镜厂 服装厂 电子厂 车厂厂做过工人 曾经在公园打过球 卖过票 卖过饮料 曾经在餐饮行业做过服务员 后厨 学过西餐 做过披萨 牛排 甜品 不好的时候还在工地搬过砖 做得好时候 当过店长的助理 除此之外还送过快递 送过外卖 说不下去了 不是 不是 25岁吧 25岁 250岁吧 25岁的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咱们掌声有请这位选手 有请 侯兴 很酷啊 很有个性啊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侯兴 今年25岁 我来自四川八中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我念的这些工作你都做过 对不对 对的 我有没有骗嘉明哥 有没有骗观众 没有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经历 这个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侯兴25岁 就算他工作再早 怎么可能做了那么多工作呢 最重要的原因 侯兴曾经是一名 这样的感觉 他只有在虚拟世界才能找到自己 对 在现实中那个时候 当我做到这份工作 我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 我不能再提升了 其实还可以提升 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个想法去提升 然后就想到去换另外一个工作 所以导致上一份工作的老板 包括同事都很看不起我 因为换了 接近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份工作 我觉得他换工作可能因为他在玩游戏里面 老换角色嘛 也是 不同的任务 不同的游戏 包括我不敢跟大家说话 不敢沟通 我记得当时我是一直留着光头 因为我就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所以自从接触了现在的工作之后 你戒掉了网眼 也就是意味着 你可以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找到存在感 你可以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找到你自己 对 我现在想在现实的生活中 努力地为自己拼一把 那我们就真的很好奇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职业 我现在是一名高空的杂技演员 所以我相信你的转变 最开心的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的家人 对吧 我觉得如果说他们看到我今天在电视上 能够在这里这么自信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我会努力地 所以还是回到现实世界更踏实一些 真的 我觉得25岁一切都来得及 也希望今天接下来这100秒 能成为改变你一生的100秒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台 黄金100秒 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在勇往前前的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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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游戏最费钱的是什么 买装备对吧 那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可是你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你不需要任何装备 就靠你自身的能力 你可以征服现场的观众 还是真实的世界 你最有魅力 真的 我们得先看一下你的支持率 这决定给不给你 142票 非常高的票数 这个魔法项链送给你 带着它你可以飞得更高 没错 继续做你自己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飞得更高 加油 加油